好的車子要真的試過才知道 Racing S會顛覆你對於 光陽運動機種的想像 Racing S是一台回歸操控本質 而且根據成熟 根據大人感的車款 Racing S是改裝界的明日之星 我覺得Racing S125跟一般車款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質感跟整體的剛性 它的設計非常的流線 非常的優雅 不管是在加速過彎或是過坑洞 甚至在煞車的時候 整體的剛性都非常的棒 氣起來非常有安心感 那是讓我覺得 跟一般車種差距最大的地方 那在設計Racing S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點是特別難克服的地方 是的 車架的話 它搭配整個外觀造型 因為要維持一定的剛性跟強度 那是最困難的點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說 車架的剛性越硬是越好的呢 車架的剛性的話 一般的話越大越好 但是你太大的剛性的話 整個操控性的話會比較不靈敏 所以這台車的話我們特別增加了它的一個扭轉剛性 搭配下懸吊系統的話讓它整個操控性更安定更穩定 那在這幾年中實際上大家的所謂的一些意見跟一些建議 其實官網都有聽進去了 那濃縮這些大家的建議之後呢 在新的Racing S上面 大家想要的 大家希望的它都已經加上去了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說 很多東西實際上從規格表上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那我們很希望大家就真的去試試看 去現場看車去騎騎看 那你會感覺到很多的不一樣 陳專員 我剛在試騎的時候其實有感覺到說 整個起步的過程非常順暢 不會有那種離合器突然爆衝的感覺 那這部分的話大概主要是 因為哪一些設定的關係而達到的 Racing S的話 這一次的話是採用新的噴射系統 新的噴射系統的話 針對起步加速的震動感去做抑制 另外一個的話是我們一個全新的CVT傳動系統 它讓你的CVT要合的話更順暢 那另外一部分我其實有測試到說 我把它整個回油之後 我再做一個加速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我也感覺到整個車身它是 一個非常持續的力道把我推出去 那這部分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關鍵的技術在這邊 一般我們在加速跟回油的時候 會造成車身的晃動 這一台車的話 我們的車架剛性特別把它提升上來 所以你在做加減速的時候 避開它整個震動量 所以整台車的震動的話 會比較小比較抑制下來的 老師 那如果說針對一個尾速的部分的話 我們傳動有做什麼樣特別的設計嗎 這台車的強調東西的話 它是把它馬力前移 讓你起步加速順暢更有扭力 在極速的部分的話 我們強調的是整個高rpm的 一個震動的輸出線 在Racing S上面 我其實看到光陽 它更重視一台車的價值 包含它重視研發的過程 還有消費者直接的感受 因此我也期待光陽 它在未來在這個方向 能繼續開發出 更多令人興奮的車種 所以它整個車款騎起來的感覺呢 是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聽話 過去Racing系列走的都是比較運動速度感 熱血量的感覺 那這也是Racing S 它加入了時尚跟質感的部分 那這兩種不同的風格 在設計上會有什麼衝突 那你們又是怎麼把不同的元素 給結合在一起 是的 我們為了保有原來的操控性能 所以我們在內部的話 採用液壓成型的車架 又要保有原來的一個 時尚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特別投入了很多配備 像我們有霸氣的一個 頭燈造型設計 全LED的彩色液晶的設計 包含我們的扶索設計的話 都比較流線型的一個造型 那除了這些 我們所了解的外觀件之外 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元素 是以前沒有採用過的 是的 這台車的話 特別導入大型重型機車 一個外落式車架的設計 在蘇格達上面的話 第一次使用 所以這個整個感覺上 跟過去系列就有比較明顯的不同 是 也確實做出了新的風格 系列的Racing S 除了延續它這個運動的本質之外 它在很多使用機能性上 也做了一些突破 像是它的車廂變得更大 一些全道式安全帽 更好收納進去了 前面的置物空間 跟置物掛鉤 這些都有考慮到消費者使用習慣 來做改良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一個 喜歡追求運動性 講究操控的騎士 或者是你是重視機能性 便利性 你追求一般日常生活 都要更好使用感的騎士來說 其實都非常的適合 我聽說Racing S 有所謂的隱藏配件 請問是 是的 這裡會有一個診斷器接頭 這是一個OPD-1的診斷器 這是為了以後的六期法規做我們準備的 是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OPD-1它延伸的功能有哪些 OPD-1的話 最主要是會把輪速訊號 然後接到一個 我們的噴射系統 ECU裡面 整合以後的訊息的話 會可以透過一些資訊 或是連到我們的 一個智慧型裝置上面 那你的行車資訊的話 更容易掌控 了解 所以就是簡單說 就是為未來 預備把一些行車資訊 整合到大家 智慧型裝置上面的配備 是 再來我想問說城磚 請問剎車的部分 還有什麼升級的空間 是的 原產已經配備 大型重機的一個卡鉗設計 如果你想增加它整個剎車性能的話 可以用高階對向式的卡鉗的話 直接安裝上去這樣就OK了 我覺得RANCE S改裝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從外觀開始著手 可以改燈組 腳踏板 剎車拉桿 第二個 中階的 可以從輪胎 避震 開始著手 提升各量的運動性 第三個部分 再熱血一點的車友 可以從動力部分開始著手 調整傳動特性 或是依修參數等 Racing S業務車載車 會在市場上 賺得非常大的話題和紅豆 新的技術 都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業務平台 新一代的Racing S 它加入了S Style Hush 是賦予它更高的質感 更具時尚感 這樣的風格 Racing S在未來的賽事中 奪冠 只能可戴